KTV KTV 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Pen Asia TV 我是Musing the Sky 天天 那很高興啊 又在這邊跟大家見面了 那秋天這個涼爽的季節啊 我想大家可能都會去野外郊遊啊 比如說跟朋友一起吃飯啊 但是呢 夜晚的時候啊 我們一定都會想去幹嘛 KTV 沒錯啦 那今天呢 天音要給大家介紹這個小零食 就是KTV第一名的小零食 非常好吃 就是韓國很有名的蝦條 那聽說啊 它已經有非常久的歷史 然後是一直就很受韓國人的喜愛 就是喝酒啊 或者什麼時候都會吃 你看 就是很好看 它就是非常脆 然後呢又有一種 就是那個蝦條的那種蝦味 然後感覺跟酒 就是啤酒和一起喝一定是很好吃這樣 那天音今天給大家推薦的這個 韓國非常有名的蝦條呢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跟朋友一起 唱KTV啊 或者是就是一起想要喝一杯酒啊 聊聊天啊 散散心的時候呢 都可以吃這個哦 好啦 那今天天音給大家帶來的小零食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歡哦 那韓國娛樂圈呢 這個禮拜也是發生了非常多有趣的事情 那趕快跟天音一起來看看吧 那今天天音呢 首先要給大家帶來的就是我們的 可愛女團TWICE 那TWICE呢 也是在日本發行了他們的首張單曲 One more time 那在第一天的銷售量呢 就達到了近十萬張 可以說是非常的厲害 那他們呢 也將在十月三十號 在韓國發行他們的首張正規專輯 Twistagram 那希望我們的粉絲都要多多支持哦 那說完我們可愛的TWICE呢 我們接下來要說我們的密嗓音 solo歌手陳時晶啊 也將在十月三十一號 發佈他的最新solo單曲 我的夜晚我的你 那這次的新單曲呢 也是跟中外的非常有名的作曲家合作 不知道這一次我們的歌手大人 又會給我們帶來怎麼樣的歌曲呢 希望大家要多多期待哦 好啦 那在韓國娛樂圈呢 有惡童支撐我們的BlaBee呢 也將在十月七號發佈他們的 第六張迷你專輯 那天音也是非常的期待 聽說啊 這次成員們也是都作詞作曲 在這一張專輯之中 希望我們的粉絲們要多多期待 天音也是非常期待呢 好啦 那今天的天音慢一拍韓語呢 就到這邊要跟大家說再見囉 那十月的最後一個禮拜啊 天音最期待的Halloween就要來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度過一個愉快的週末哦 那這裡是TEN ASHA TV 我是TEN 我們下週再見 掰掰